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說到 Nintendo Switch 這台主機 除了可以自由切換掌機和加機模式之外 最大的特色莫過於 Joy-Con 控制器了 這對嶄新的控制器 不只可以自由拔插並支援體感操作 同時還有著高精密度的 HD 震動 和 IR 攝影機等多樣化的機能 堪稱是這個時代最特別的遊戲控制器 即使看似無所不能 但 Joy-Con 卻藏著一個致命性的設計缺陷 不只影響到玩家們的遊戲體驗 甚至還讓一家律師事務所 計畫向任天堂提起集體訴訟 究竟是什麼樣的缺陷 又為何會走到要對簿公堂這一步呢 今天的特別企劃 就要帶玩家們一探這次事件的來龍去脈 早從 2017 年 Nintendo Switch 正式發售 Joy-Con 的類比搖桿 就一直存在著會飄移的問題 所謂的飄移 就是當你沒有推動類比搖桿時 它卻依然會持續輸入微弱的方向訊號 雖然並不是沒有方法可以暫時排除這個障礙 但隨著這樣的狀況在網路上不斷的被玩家討論 大家發現這個並不是個案之後 Joy-Con 設計缺陷的問題也因此浮上檯面 但就算這個問題已經是眾所皆知 可是在主機發售後的這兩年多 任天堂卻也沒有對漂移問題 做出什麼有利的解決方法 就連首批購買的用戶 一年的保固時間陸續到期之後 任天堂的官方網站也僅是告訴大家 要使用系統內建的重新矯正功能而已 而且根據海外用戶的說法 如果你想要送回原廠維修控制器 抓花費40美元 這其實就相當於重新購買單邊控制器的價格了 而且維修之後也不能保證你在幾個月內 不會再碰到類似的狀況 這種感覺不到誠意的做法 讓許多玩家都大感不滿 在玩家們開始尋求各種自立維修方式的同時 Joy-Con 也背負起任天堂時尚最貴 卻也最不耐用控制器的罵名 就在最近 美國一間擅長打團體訴訟的律師事務所 就看到了這個問題 這間名叫Chimicos Shores Criner & Donason Smith 簡稱CSK&D 的事務所 開始蒐集美國遭遇漂移狀況的玩家經驗 作為訴訟材料 他們認為Joy-Con 的漂移問題 是硬體設計上的缺陷 而任天堂卻在明知這種狀況的前提下保持沉默 不使消費者遇到問題之後 只能購買新的控制器 所以他們決定在美國華盛頓西部的法院提起訴訟 代表廣大消費者依照保護法規 向任天堂提出索賠 儘管過去這十幾年間 任天堂在遇到訴訟官司時屢戰皆節 讓他們的法務部門有著 遊戲界最強法務部的稱號 但就在有人嗆告之後 任天堂的公關部門才終於對此做出了回應 任天堂的發言人對國外媒體表示 在任天堂我們為了創造優質產品而感到自豪 我們持續不斷改進他們 當然我們知道最近有報導聲稱 某些Joycon控制器沒有正常的運作 我們希望我們的消費者 能夠享受Nintendo Switch的樂趣 如果有任何疑慮 我們鼓勵他們到官方的支援網頁去尋求幫助 有趣的是 這個聲明雖然一樣沒有正面回應大家的質疑 但就在媒體報導越演越烈的同時 任天堂也在前幾週持續做出了各種讓步 像是他們終於提供了正式的送修表單 並將維修費用調降到4美元 後來更讓已經過保固的Joycon 能夠免費送修 甚至之前送修過的人 也可以獲得無條件退款 這個補償服務的範圍 從原本的北美地區逐漸擴張到拉丁美洲 雖然不知道最終是否會擴及到全球 但從這幾乎是僅次於全面回收等級的大讓步 也看得出來任天堂似乎是間接承認了Joycon 的確存在著設計上的缺陷 雖然這看似終身保固的維修補償服務 讓眾怒得以漸漸平息 可是Joycon根本上的設計問題卻依然沒有被解決 玩家們依然需要花費基本的運費 以及數週沒有Joycon的時間來等待維修 甚至有玩家還遭遇到送修之後 立刻又重新漂移的狀況 究竟任天堂是否會改變被動的姿態 針對這個問題提出更大更完善的補償方案呢 這就有待官方的後續消息才會知道了 當然更重要的 還是希望任天堂能夠盡快改善Switch的製程 這樣才能夠從根本解決Joycon偏移的問題了